如果说吃鱼吃出刺来或许还能理解一下 但要是吃出石头来这鱼你是不是就不敢吃了呢 但要是告诉你平时经常被人端上餐桌的黄鱼 脑袋里竟然长着两颗石头的话你还敢继续吃吗 新年来观众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方便收看往期精彩内容 可要是继续和你说这个石头不是被鱼吃进去的 而是生来就有的而且还能被拿去治病 甚至还能拿出来做宝石收藏的话 是不是又有点心动了 心动不如行动 在去菜市场买黄鱼之前 先来给大家讲一讲黄鱼脑袋里的秘密 咱们垃圾食品吃多了 体内就会长结石 什么胃结石胆结石肾结石都是不健康的象征 但黄鱼身体里的石头不仅不意味着疾病 反而对黄鱼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黄鱼属于食手鱼科 食手食手不是说脑袋和石头一样硬 而是说脑子里长了两颗大石头 这两颗石头是生来就有的 在生物书上的学名叫做耳食 耳食的成分是碳酸钙晶体 悬浮在黄鱼内耳道的内淋巴液中 就和人类的耳窝一样 专门用来帮助黄鱼在运动过程中保持身体平衡 其实除了黄鱼之外 很多动物体内都有耳食 只是黄鱼的耳食特别大 才因此出了名 之前有渔民不知道 还以为黄鱼体内的石头 就是它的脑袋 后来才发现是耳食 黄鱼脑袋里的耳食 会随着鱼类的身体的发育而不断生长 并慢慢出现同心圆排列的还纹 和鱼鳞上的年轮差不多 因此我们在判断食手鱼的年龄时 不仅可以看它的个儿头大不大 还可以根据体内耳食还纹的圈数来进行推算 圈数越多的鱼活得就越久 虽然说除了黄花鱼之外 很多白口鱼和黑口鱼都属于石手鱼科 脑袋里面长了两块石头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在餐桌上都没见过呢 其实这个耳食也只有在鱼长到一定岁数的时候 才会慢慢钙化变成固体的石头 那个个头比较小的黄鱼 体内的耳食都是很软的 粘在内耳道上很难被发现 黄鱼的耳食除了不能吃之外 用处还是蛮大的 本草纲目就曾写到 黄鱼体内的耳食能够起到清热利尿的作用 甚至你吃了毒蘑菇中了毒 还可以靠这个耳食来解毒 耳食除了清热之外 在一些老中医眼里 也是拿来治疗鼻炎的良药 耳食除了内服之外 同样也可以外用 把耳食研磨成粉末之后 放在鼻子旁 使劲吸几下 鼻塞就立马消失了 除了被当成药之外 耳食还被一些地方当作保佑平安的装饰品 一些大人在吃完黄鱼后 会把耳食给拿出来 用红绳串成一串项链 让家里小孩子给带到脖子上 这样一来 就可以召唤所谓的鱼神 暗中保护项链的主人 黄鱼的脑袋里长了石头 已经很奇葩了 但是你是否知道 还有另一种鱼 它的体内也长了石头 只是这个石头不是长在脑袋里 而是长在喉咙上 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清鱼 清鱼的喉咙之所以会长石头 说到底还是自己嘴馋 在清鱼的食谱中 有一道菜和咱们的很像 那就是锣 我们人类吃锣 用牙签一挑 用舌头一吸 嫩滑的锣肉就被吸出来了 但清鱼既没有舌头 也没有牙签 那就只能硬上了 直接用牙齿 把锣的外壳给咬烂 但这种方法的风险很大 你说哪次运气不好 牙齿就被磕坏了 然而不服输的清鱼 为了成功吃上锣肉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演化过程 最终在它们的牙齿上方 长出了一块十分坚硬的角质 角质的存在 能够将锣壳给轻易咬碎 绝不会伤到牙齿 而这块角质增生 虽然不能吃 但在加上这块石头风干后 人们却发现 它有着琥珀般的质感 于是人们开始发挥主观能动性 把清鱼的石头当作原料 开始制作各种精美的饰品 清鱼的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 看到这里想一避 大家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家里下次 再吃黄鱼或者清鱼时 吃剩的鱼骨头 可不要随便乱掉 说不定翻一翻 挖出一块石头来